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东道主佛陀教育基金会 以及在一座级线上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阿弥陀佛 很高兴看到大家在这里 一起来学习 淨土五经 知佛说观无量寿五经 今天进度是第15讲 经文说明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之前已经把这部观经十六观 前面五观告一段落 那么今天要讲的是 就是第六观 好 看经文 佛告阿难及伟提西 重宝国土 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 起楼阁中有无量诸天 坐天祭月 又有乐器玄处虚寇 如天宝传布古之名 此众因中皆说念佛念法 念彼丘生 此想成语 名为初见极乐世界 保树保地保持 视为总观想 名第六观 好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第六观 我们来看神论一 这个第六观 讲的还是极乐世界的一报 什么叫一报呢 我们佛经讲正报跟一报 正报就是我们自己 一报就是我们所住在的这个环境 这个叫一报 这样明白吗 所以一报 我们现在就是在所有世界 所有世界 这个就叫一报 正报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自己跟我所住的 一切善恶大地环境 我是要正报 然后善恶大地 这个世界叫一报 一已生存的环境 就叫一报 那么极乐世界呢 一报当然就是指极乐世界的 所以我们前面从第一观落日 第二观观水 水再变冰 变成琉璃 然后再变成整个极乐世界大地 大地观成功的 然后再观宝树 再观七宝石 一步一步观 那观到今天 讲的极乐世界的宝楼 好 那么这一观是叫做总观 总观 总观 就是观大地 以及七宝石 综合起来观 所以什么叫总观呢 就是综合观 把各方面都分别观 观成功的 今天把它综合起来 这个叫总观 好像我们以前在学校学每一科学问 不同的科学问 学到一段落 是不是就要把它综合复习 这个综合就是这边讲的总观 就是我们所谓的总复习 好 生了二 研究观经最重要的意义 是让我们了解佛净土法门的道理 因为这部观经是属于净土五经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观经 那以修持方面来讲 拿这个方法 跟道理 来可以帮助我们痴迷念佛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是痴迷念佛 那么这个观念很重要 那既然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就不需要 按照这经上讲的方法去做观 你能这样做观那是最好 只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上根 根器不如以前的人 在以前 金钟祖师 比如初祖 前面几位祖师 他们很多就是用支部观经 而成就的 他们可以观想基督世界 可以观成功 那么经过的一千多年 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 根器不如以往的人 所以我们要观经啊 就不容易 因此现代的祖师高僧就是鼓励我们 如果观目起来没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 平常要按照经文所讲的情况 怎么样做呢 我们时常把念头放在极乐世界上 这样对我们帮助很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生存在搜狐世界吗 但是我们也可以观想 我们其实就在极乐世界上 心静则佛土静 这句话大家都听过 但是还有一句话 就是佛土静则心静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观想 我今天的家 就是极乐世界的雕花里面 什么那这样你是不是会想办法 让你的家保持很干净 一层不软 对不对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你可能家里面也开始会 会摆花 摆花瓶来擦花 或是种花 让自己也能够有像 极乐世界的那种环境 这样子佛土静则心静 也会帮助我们的心心静 这样子对我们念佛 帮助很大 可以容易让我们达到一心不断 是功能在这边 然后再一点 依照经文修观 为什么要观落至前面五观之后 才能够真正进入极乐世界的 依报庄严呢 这是观法中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做观的时候 我们的心理要改变 心理要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要放在极乐世界上 我们要就观想 我自己已经是生存在极乐世界 我现在就是极乐界中人 极乐世界是我本有的故乡 我来现在在极乐世界是做客人 这个极乐世界不是久留之地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念佛 就是为了要回家 这方法很简单 离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跟观音师是西方三圣 就会一起来接引我回家 所以极乐世界就是我朋友的故乡 所以我的心理要这样再做改变 我不要再认为说我是朔博世界中的人 你如果一直认为你是朔博世界中的人 那么你要离开朔博世界就不容易 因为你没有这个处理心 你没有想要回家的心 所以我们心理要改变 改变成就是我现在开始 我就是极乐世界中的人 我已经回到家了 所以用这个改变过的心理 用功就好办了 你的信心的愿力 幸运行 失明的功夫 一定会往前精进 不会退转 而且功夫也容易用得上 这点很重要 那么如果你心理没有转换过来 会怎么样呢 就是一般会认为朔博世界是真实的 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 即使你不要说家里的亲人 我们一般讲亲子 容易把我们拴住 不用 就是 说不及的一花一草 都可以把我们拴住 这么厉害 你说一花一草也能够拴住 有那么严重吗 那么 你家里 就能够把你拴住 为什么 因为你会舍不得 你辛辛苦苦存钱买的房子 贷款买的房子 你舍不得 你舍不得 就这样子 两手 一拋 然后 就全部放下 你会舍不得 因为你的舍不得 所以你 会被这些 一瓦 一木一草 会拴住 这样明白吗 他拴住你的地方 是因为你舍不得放下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往生基督世界去 如果说你住的是豪宅 那更惨了 你会更舍不得 比如说 现在千万豪宅不算什么 现在每户家至少都有千万 上亿的豪宅 你就会舍不得 所以心理转变很重要 这个世间 东西再好 民生 让你当皇帝 也不要 钱呢 如果 再多的钱送给你 也不要 这就是金刚经所讲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世界每样东西都像梦幻泡影 即使你抓到手 也是一下就溜走 都不可靠 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后 我们应当就要把这里当成是客居 客居就是 你出门在外 你是当客人 对不对 那边是主人 所以你在那边住的地方 那个叫客居 比如说是朋友的房子 或者是旅店 或是古说叫客栈 或者是酒店 或是我们现在讲的旅馆 这些都是客居 因为你不可能在酒店旅馆 住一辈子 所以那个叫客居 娑婆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客居 不是酒流之地 所以那不是你真正的家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我们真正的家是在极乐世界上 那是不是真的呢 的确是 因为佛经上有讲 一切众生 一切佛 都来自于极乐世界 在认解经上面有讲 所以其实世界是我们真正的故乡 你如果没有这种认知的话 你就不会想要回家 就要这样浪子 流浪在外的浪子 可能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在外面 打混久之后呢 会渐渐 就是习惯客居的环境 然后会把那边当成是他第二个家 就会逐渐忘记 他真正的家会忘掉 这点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外面 读书 比如说考高中考大学 在外面读嘛 然后 你久了没有回家 你是不是也会把家里忘记 你只想到你的同学 有空就跟朋友去外面玩 去鬼混 然后把父母 放在你的家乡 我们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认知 我们心里要 定在极乐世界上 心定在极乐世界上 就是我们心 要定在 我们的家乡上 就一心想要回家 你能够一心想要回家 那么你自然就 能够一心 能够一心 持佛名号 就持名念佛 那佛号一提起来 经过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当我们每次念佛的时候 我们同时就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加持我们 就会让我们的信运行 就是念念 不离念佛 就是会让我们的信心 愿力 一切都回向到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 所以你一心呢 你不是念佛就是回家 就是这两件事 这样大家明白吗 最好就能怎样 一心念佛 你能够一心念佛 是统包的 你念阿弥陀佛就包含的 你心住在极乐世界 因为念佛 就直接导向 好像你设定那个 导航系统 我目标 我今天要出去目标 我就设在哪里 极乐世界 那我一念佛 就我一上我的车子 我就自动导向极乐世界 所以佛号就好像是 这一部车子 不论你是自己开车 或是说你是坐上专车 他目标就是设定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心里要做这样的调整 好 深认三 此关呢 就是这第六关 把前面所说 其实是一个 宝地 宝树 宝石 结成总观想 所以叫做总观 是帮大家做前面的一个复习 那接着来看今天的禁文 佛号 佛号 阿难及韦迪西 重宝国土 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 这三句就把总观的概要讲出来 这个 重宝国土 是指重宝成就的国土 前面五关 就讲的整个极乐国土 是由重宝组成 包括前面所讲的流离宝地 其实它不只是流离 整片大地 地上一切的所有的 每样东西 包括你说 还有宝树 宝池 楼阁 然后 都是重宝所成 所以你租在居住的市区 还有你住的道路 还有连界线 也是以黄金为界线 这个在前面有讲 然后一一界上 有五百亿宝楼 这表示 社区的概念 就是一 一区一区 就是住的地方叫做社区 或叫住宅区 每一个界 一个界就是一个区域 一个区 大家比方说 我们现在台北不是分很多区吗 比如说文山区 有没有 中正区 万华区 城中区 那这些区 就是这边讲的界 每一个界就是每一个区域里面 有多大呢 五百亿宝楼 楼也是重宝所称的 楼有五百亿 地 洞 的宝楼 能想象吗 光是台湾的建筑物 他们的市区 可能连一亿都不到 我们说人口有两千三百万 对不对 两千三百万 如果说 一个房子如果住两到三人 的话 那也差不多是一千户 一千户 一千万 一千万 两千三百万除二嘛 一千一百万好了 一千一百万户 但是一户 不是等于一栋住宅 所以一栋住宅 比如说可能有五户到十户 好我们今天处理一千一百户 处理十 一千一百万 大概差不多一百万 一百万栋 这房子 制止台湾 那中国大陆 号称是 十四亿 十四亿人口 十四亿人口 简单的话 如果除十 也是一亿 顶多 一两亿 五百万栋 的楼房 他们叫楼房 但是基督世界有多少的楼房呢 五百亿栋 你看那一个区啊 一个区就那么大 不可思议 这是 这个楼呢 叫楼阁 有五百亿的楼阁 那每一个楼阁呢 都是 保楼 就重保所称 那这是把极度世界的保楼 连同国土 整个讲出来 在第二关是说 彼国地 以七保为界 刚才现在知道了 一个界就一个区域 一个大区 就是每一个保界中 每一个区域里面 都有五百亿栋的保楼 这是让我们去想象 这个每一个区有多大 然后在 在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 做天际月 际月就是音乐 天际月就是天上的音乐 在保楼 的楼阁中 我们刚讲有五百亿栋的保楼嘛 对不对 保楼上面每一层 就叫楼阁 我们讲比如说七层的保楼 或是几层的保楼 每一层就是楼阁 在楼阁中有无量诸天 在做天际月 祭是人之旁的祭 就等同是手字旁 提手旁的祭 是指记记忆 但是这个人之旁的记 它有特质是哪方面的记忆 是音乐上面 祭乐 就是古时候讲的音乐 音乐上面的记忆 所以祭师或祭人就是指演奏音乐的 那如果加个妓女 人之旁的记忆 是指演奏音乐的 或是跳舞的 这个音乐上的记忆 那么极乐世界的音乐 有多少呢 很多 很多 我们在前面学过的七宝石棺 流水声 也是音乐哦 那风 吹动 宝树的声音 也是音乐哦 风吹动 这个天空上面的乐器 也是音乐哦 也是音乐 那么这边是指 天人在演奏天气乐 天上音乐 那是太有听了 我们现在能听到的音乐 是人间的音乐家 他用唱歌 或弹奏中统乐器 而来对不对 比如说中国的诗族 比如说俄福 古琴古针 或是说西方的管乐 无论你是用唱歌或是弹奏中统乐器 这是人间的音乐 那如果说你要 真正大音乐家 弹奏中统乐器 才是最好的音乐 那才值得欣赏 如果不是大音乐家 弹的又是流行 那就不成为音乐了 现在讲义第三页 讲义第三页的声论是 是 刚讲人间音乐 是有限的 那么天乐呢 人间再伟大的音乐家所弹作音乐 也比不上天上音乐 这个在记得前没有讲过 就人间的音乐 再好也比不上天上的音乐 天上第四天的音乐 再好也比不上它上一层天 比如道地天的音乐 比不上这个 夜谋天 夜谋天比不上 多帅天 然后层层往上 比不上这个第六天 那么第六天的音乐呢 又比不上这个 社界天 再往上 又比不上 基督世界 一层一层比 比不上 而且这边有讲 有无量诸天 所以天不止一天 玉界就有六天 那么无量诸天就代表着有无量的天人 一起在演奏这个音乐 就是说 这个楼阁里面 就有那么多的天人 在演奏天上的音乐 可见那个很壮观 所以楼阁里面都是音乐 而且都是很好听的音乐 我们在人间听不到 然后继续 翻过来 讲义第四页 深论五 又有乐器 玄土虚空 如天宝传 不古之名 又有乐器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 除了楼阁里面 然后有天人在演奏他们的乐器 然后发出很好听的音乐以外 那么在楼阁外面 在楼阁里面的空中呢 又有很多的乐器 就是在空中悬挂着 好像天宝床 就是像那个床崎一样 天上很多乐器 然后最奇妙的是 这些乐器 不古之名 没有演奏他自己会 会发出声音出来 我们很难想像 好像就是隐形的天人 在那边演奏乐器 然后观察乐器会 悬挫空中就很奇怪了 所以那边是没有所谓 地心引力的这回事 乐器都在空中 然后更妙的是 就是我们在前面有 第三观 第四观 风吹动那些乐器 会发出音乐出来 那今天这个总观来讲 说乐器在空中呢 不古之名 就是没有演奏 他自己也会 所以有声音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有哪些乐器呢 以我们这个世纪来讲 我刚刚有讲过 有 古琴啊 霄啊 笛子啊 色啊 我们一般讲琴色和名嘛 琵琶啊 古针啊 很多 国乐的乐器就很多 就几十种 但几十种说多还是数得出来 但是极日世界乐器 或是天上乐器 种类就多 箭都没见过 你的声音也没听过 多得数不清 光是天界乐器就这样 极日世界乐器呢更多 那么这个乐器旋途虚空 在瘦博世界就不存在 因为我们这边有 地心引力 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一把琴 挂在虚空 那就奇怪了 在我们说过的世界是 不可能是 但在极日世界虚空是 到处都是乐器都悬挂着 如天宝船 那些乐器悬挂在虚空 好像天上的宝船一样 好 宝船就是装饰的旗子 很漂亮旗子 在状况的 而且这个 那些乐器啊 这边是没有形容 那应该是很好看 各种颜色都有 在庄园这极日世界的空中 好 那么 谁在演奏呢 在我们这个所有世界 这个钟啊 是不是有人敲 比如说我们去过世贸大厂 大殿是不是有一边是钟楼 一边是鼓楼 钟要有人敲 鼓呢 要打 对不对 法会的时候 钟鼓齐名嘛 那钟楼敲钟 鼓楼的齐鼓 那 这个声音就很壮音了 那大法会的时候就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 很多地方都有办这个水路法会 比如法虎商也是才刚办完八天的 这个水路大法会就是像这样 钟鼓齐名 那么在极日世界是 空中乐器是不鼓之名 不鼓就是不用人演奏 然后它会自动演奏 自明 那么这种情形我们只能想像 只能用想 在极日世界是没有这种情形 因为 在极日世界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头脑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个叫做不可思议境界 也就一针法纪 也就一针法纪 好 僧人佑 经文 层次要看清楚 诸天演奏的音乐 是在楼阁里面 天人是在楼阁里面演奏 那么刚讲到的乐器 旋处虚空 是在楼阁外面有两层 所以楼阁来讲 一个是里面 天人在演奏 一个在楼阁外面 是不鼓之名 那么自然的音乐当然更好听 楼阁里面天演奏是天曰 天曰好在哪里 这边有个比喻 刚讲世贸道场里面 我们一般会唱 比如说佛战 比如说法会早课跟晚课 那个经是用唱的 唱的话就只有放拜 对不对 你用唱的 比如说阿弥陀经 那搭配放拜那就很好听 那种声音叫翻音 泛是天上代表清静 所以好听的声音就叫做翻音 是天上的翻音 那么世贸道场里面 比如说 你课中本的翻 刚讲是阿弥陀经 或是心经 或者是 我们讲这个种种的咒语 你用唱的 跟你平常念的 那种感觉截然不同 唱的就是 好听 就叫翻音 用翻音来形容 那么为什么印度人 会把 好听的声音叫做翻音 因为翻 因为印度人 他们修的是婆罗门教 他们相信他们就是犯天 大方天王的后裔 血脉 所以他们古时候印度人 他修婆罗门教 他们是可以跟犯天 有相应的 所以他们可以听到天上 的天乐 好听 所以 他听到之后呢 就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用他们的方法 把它记录 再用他们的方法 把它演奏 或者是把它唱出来 那这种叫做清净的翻音 那这是以前在婆罗门教 在历代在流传的 那么在佛陀的时代 然后 也把它引用起来 所以在佛教的寺庙大堂里面 我们现在听到的各种的佛战 也是有人把它编起 然后一听之后 就起了道心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 阿弥陀佛战 这个你用颤的 一听之后 我们就会生起道心 那么 你是你道心 你心中 自然就清净 这个就是天乐的作用 可以教化人心 那么在天界呢 他们也是 时常演奏这种天乐 天人也在演奏天乐 所以天人的心 比我们人间的心更清净 所以他们叫做泛音 泛行 天上都修泛行 他们的欲望 有但是比人间低很多 在社界基本上你没有欲望的 所以都是清净 清净行叫泛行 社界就是叫泛行 所以大方天王这个泛 泛行 比如说昨天今天是大方天王的神日 昨天有应邀去一个金色参加他们大方天王的圣诞法会 在那边做一个专题演讲 这个泛就是清净的意思 那清净什么呢 因为他的音乐是清净的 所以叫泛音 听到这个泛音可以让我们的心理 起到进化的作用 所以这个泛音可以降化人心 是这样 那么看了以上这两段 我们心里就想 这只是其中一个楼阁 一个楼阁里面就无量诸天 在演奏听乐 楼阁外面有很多的乐器 玄辱虚空不古之名 然后在每一个界上就是每一个区内 楼阁有多少 五百亿 一个区就五百亿栋的保楼 好 那界有多少呢 这个界 数不清 无量的界 所以你这样来看的话 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好 现在讲义第四页 的深论六 深论六的倒数第三行 好 一一界就是一个区域 有五百亿栋的保楼 那每一栋保楼 的楼阁里面有无量天人在演奏天乐 那楼阁外面有很多的乐器 玄辱虚空不古之名 好 一个区就五百亿栋的保楼 那有 有多少区呢 数不清 很多区 所以 由此可知啊 在极乐世界保楼啊 到处都是 所以 音乐也片处都是 所以在极乐世界啊 就有很多的 音乐 都是好听的音乐 所以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想法 整个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保楼 但是那种保楼啊 它不会说像我们这台北 一栋接一栋 城市丛林不会 也不会像香港 高楼大厦的灵力让你会有压迫感 不会 不会 而且那边的保楼是到处都有天乐 还有自然的乐器在面演奏 那么 为什么要演奏这些音乐呢 有什么好处 下面就接着说明 好 现在看第五页 森论期 为什么在极乐世界要有这些的乐器 来演奏这些音乐呢 它有作用喔 此重音中 皆说念佛 念法 念彼佛生 那么今天有同学在上课前就 来问 说老师 讲义他有先 绿习复习 那说在极乐世界 这些音乐声音 都会让我们念佛念法念生 那么他的问题就是 难道极乐世界还有和尚吗 那为什么念这些和尚 好 上课前我的回答是 这个声啊 他不是指和尚 是指还没成佛的菩萨 所以声有菩萨声 有罗汉声 那我们人间 是叫比丘声 所以声的意义很广 所以念佛念法念生 然后这个声啊 意义很广 那这边讲的是 念比丘声 好 那比丘等一下我们可以 看到他的解释 比丘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出家 那是指形容什么呢 你的心啊 你的身果一山一清净 我们今天从数学世界到极数世纪啊 我们是不是出家 离开三界的家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是算出家 而且那边是没有男女别的 所以就叫比丘声 那为什么叫比丘声 而不是 罗汉声或菩萨声呢 因为 你还没有 还没有成为罗汉 好 来看这解释 这个音乐啊 并不只是听听 觉得好听而已 不是好听而已 是有作用的 我们说的世界音乐啊 我们听了有时就觉得好听 对不对 所以有时 刚讲的 大音乐家 或是大交响乐团 国外有名的 这门票可能很贵 可能花几千块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捨得去听 但是你觉得好听 你心里的时候有没有作用 有 你也觉得心里很宁静 陶冶性情 说的世界音乐就是这样 但是在吉日世界音乐 不但是好听 而且它有 内容在这个音乐里面 为什么呢 这个音乐 它就是一个法音 比如阿弥陀琴讲的 这个 那些鸟啊 叫的声音就是法音 吉日世界的鸟 它们唱的声音就是在 就是法音 你听起来就是在讲 三十七道品的 五根五立七菩提芬八正道 而且 微风吹动七五把杭树 发出的声音也是法音 然后七宝十八公子水流动声音 也是法音 再加上这边的乐器 演奏的也是法音 那么这音乐 它的作用在于什么呢 吉日世界的人听到之后呢 很自然而然的就发起 念三宝的心 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念佛念法 念生 这是它的作用 而且很自然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有点像什么呢 我们现在听的佛乐 有没有佛乐 现在有些佛乐也是很好听 你一听到 你的心马上就会收射 收射在哪里 就收射来听这个佛许佛乐 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你听佛战 比如说阿弥陀佛战 你听到佛战 你就会念佛 很自然就会念佛 比如说你听到念经 刚讲 比如说阿弥陀佛战 你用唱的 你听到念阿弥陀佛战的声音 你心里就会念法 比如说观音世音菩萨 这个甘露菩萨 或普门品 你听到就会念声 那声就是菩萨声 就是念观音菩萨 有没有 所以人间的佛曲佛乐 也有这种功用 那么在说极乐世界 它就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呢 总统的形式 比如说刚刚讲自然的 风吹的 风吹动的声音 然后八公的水流动的声音 鸟叫的声音 还有这边乐器的声音 听到很自然就会念佛念法念声 所以极乐世界是很不可思议的 所以圣诞巴有讲 极乐世界音乐就是教我们念三宝 三宝 我们来看念佛 佛是无上正能正觉 念佛 佛就是觉 究竟觉 所以我们念佛呢 我们心里就跟阿弥陀佛连线 我们的觉性就会生起 我们的觉性就会生起 然后觉就能够不迷 因为是正觉就能够去除邪之邪见 你的邪之邪见自然就被降伏 就不起来 所以心里念佛的时候呢 我们的觉性是起来的 你那个时候是觉悟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你不迷了 所以为什么就是鼓励念佛 是这个目的 法呢 刚刚说觉正境 法就是正 就是正知正见 法就是修持的方法 各种法门 各种教理 包括教理的方法 所以你了解法 比如说八万四千法门 或三上十二部 我们就能够断烦恼 断种种的迷惑颠倒 世尊为什么要演说八万四千法门呢 因为我们人间有八万四千种烦恼 事实上八万四千只是表法 真来讲的烦恼是无穷无尽多 因为你有无穷无尽的烦恼 所以佛法才有广开 法门无量 就是要来去降服这些 无穷无尽的烦恼 这个烦恼 如果没有佛法 你没有断 你不可能断 这个烦恼不断 我们没有办法出离三界 我们一定要再轮回 阿罗汉因为他靠着四圣地十二因缘 他可以断除烦恼 见失烦恼 见或施或 就可以出离三界 成为阿罗汉 所以你烦恼不断 你就没有办法 可以出离三界 不能解入生死 所以这个念法很重要 你把这烦恼断了 你把今次烦恼断了 你可以解入生死 你再来把无名烦恼断一分 你就能够明心尽心 尽心成佛 这是念佛跟念法 好 再来 念生 生 就是上课前同学们提个问题 念这个生 生代表什么意思 生是指佛不在世间的时候 能够将这个佛法 传下来 让人家知道的人 所以表示 生是指能够传法的 所以我们能够 度化终生就靠生保 我们一般生 是贩子出家中 念生 恭敬生 就是学法 生又代表福田 生代表是出三界的家 出家中 福田 种福 好像种田 所以我们供养 出家做 就是在陪福 你 陪福的是无上福田 能够有大福报 这个修行人 福报很重要 如果我们修行路上福报不够 你这条路会走得很辛苦 障碍多 可能你过三餐 就已经 就已经 禁拔 你可能每天还要 加班 所以你没有多的时间 精力可以来好好修行 这就表示你福报不够 障碍多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要多赔福 怎么赔福 就多做布施供养 财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都可以做 有机会就做 不在于你的 你的 供养的 金钱多少 是在你的发薪 还有动机 那么有福报的人 你修行路上障碍就少 你能够顺利修行 到黎命中的时候呢 那是个大关卡 你平常如果说你没有种植福田 你福报不够 黎命中障碍会特别大 这是真的 那么阿弥陀经有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所以这个 我们平常的福报要过 往生西方基督系的质量才够 那所以这个种福德很重要 那么念生 就有直接的福报 所以念佛念法念生 好 第九 所以往生西方基督世界之后呢 还要念生 还要福报 为什么 阿弥陀经不是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吗 那么今天已经到基督世界了 我已经到了 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要再念生 为什么要福报呢 因为你不要忘记 你是什么动机要去基督世界的 是不是去那边退休的 去那边享福的 是吗 不是嘛 你去基督世界干嘛 成佛 成佛要不要资粮 当然要资粮 当然要资粮 你到了基督世界 你才是修行的开始 比如说我出国去 我出国去进修 好今天好不容易摄影到 假设说美国有名的斯坦福大学 所以我要去那边要去进修硕士或博士 你是不是到了那边之后 才是你进修的开始 对不对 同样的 我们到基督世界也是 真正修行成佛的开始 只是第一步而已 所以到基督世界那一天开始 你才是真正修行的开始 所以修福修会都很重要 修会就是听佛菩萨讲经 修福怎么修 很多方法 所以这边讲 你要继续向上修成佛 以后还要回来度众生 你度众生要不要福报 要 你没有福报 你劝人家劝不动 是真的 你有大福报 你不用开口 人家看到你就喜欢 就喜欢你 你一开口 人家就喜欢听 你就释受力 你讲什么 人家就相信什么 你说吃素修行很重要 他们就开始吃素 就开始念佛 所以大福报 大修行 他们就有这种释受力 这样明白吗 所以因此我们到基督世界 还要继续修福修会 所以我们还是要念圣 在深入来讲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去修行 比如说这边讲的念三宝 现在讲的三宝是别体三宝 就是外在的佛 法 生 讲到最深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自信三宝 所以三宝有两种 外在的佛法生 外在大家听得懂吗 比如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是外在的佛 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教理法门 生就讲菩萨生 罗汉生 比丘生 自外在的 自信三宝是什么呢 自信佛 自信法 自信生 那什么叫自信佛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每个众生他从自信来讲都是佛 这个叫自信佛 本来是佛 那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所以这个叫做自信佛 只是你还没有被开发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那么自信法是什么呢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我们自信里面具足一切万法 所以六祖开悟的时候就说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那就叫自信法 自信能够生出一切万法出来 这叫自信法 自信生是什么呢 你还没成佛之前 你可能是菩萨 可能是罗汉 或可能是一个凡夫 但是只要你是学佛的 你修新进行的 那你就是自信生 明白吗 就是说你是心里出家 但你外在没有现出家乡 那个也叫做生 这叫自信生 所以念三宝有两个意义 一个念外在的佛法生 一个是念自己的自信佛 自信法自信生 有这两个意思 我们在这个世界 你能够恭恭敬敬念 别体三宝 就是外在的佛法生 就不错了 那一体三宝就是自信三宝 我们这边很难做得到 我们到了寺庙道场 看到佛像 我们就是先理佛 对不对 比如说看到佛像 我们一般是会先理佛 先理佛三拜 这个就是叫念三宝 念是别体三佛 是恭敬念佛 让我们升起恭敬心 见到经典 比如说同学 刚刚有去山头去请经书 看到三宝 看到各位 手上都有这个佛经 三个的佛经 或者是讲义 这个就是法 见到法 我们也升起恭敬心 这个就是尊敬法 你就是在念这个法 那么见到圣堡 比如说圣堡大厂的出家座 或是有时在路上脱波的出家座 我们也是恭敬他们 这就是恭敬 就是在念这个圣 所以我们能够念外在的佛法生 我们就是也是在修佛跟修慧 要念自信的三宝 比较难 那一般来讲就是你要开悟 明星进行之后 你才能够做得到 好 现在讲深论史 讲义第六页 讲义第六页 直指书园 先别关保楼阁 借上位借道内地面上也 临知书园 一一借着准小本阿弥陀经 是指七宝石的岸上 金园 四边街道 上五楼阁等 直指书园 旗下楼中诸天作乐也 右下空里乐器致明也 是指虚翁里面的乐器 不古致明 不古致明 此下乐内演出三宝森严 众音指天乐空乐 两种音 所以 总观来讲 刚刚那段经文讲的是 它音乐有两种 一个罗歌里面的 天人演奏的声音 还有一个就是外面空中 乐器演奏的声音 有这两种 都很好听 第十一 持想成语 名为初见极乐世界 饱受饱地保持 视为总观想 名帝多观 就说这一观想成功 然后就是 什么叫总观 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有讲 就是综合观 因为前面讲的五观 从弱日观 再到水观 水结成冰 冰变成是流离 流离变成是宝地 所以你有一个宝地观 再的话 宝地观之后 然后就有这个宝树观 宝树观 宝树观再次 前面讲的七宝 七宝楼池 七宝 池八公日水观 然后 今天的话就是到这个地右观 就把你前面观过的 就是宝树 宝地 宝池 把它综合观想 这叫做初见 所谓初见就是还不精细 我们在第三观的时候讲到 怎样才能够细见呢 你要得到观想 观想三昧 你得到这观想三昧 得到这三昧 在三昧里面 你的心是定的 你就能够细见 见得很清楚 你如果不是在三昧里面 你知道初见 初见是概括见 有看到 看不详细 这有点像是你解析度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电脑或看手机 看一个画面 有个解析度不是很清楚 那就要初见 如果解析度很清楚 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4K 解析度到4K 那个电视机 那个影片 画质就非常的高解析度 就看得很清楚 那个就叫细见 这个第六观是初见 虽然说初见 但是你已经把整个集日世界的一报 观起来了 观成功了 好 深认十二 此总结也 四论言 此观需取前面讲的第三观 第四观 第五观的保数 保地保持合观 就是你要把前面第三观 第四观 第五观合起来 再加上第二观里面的柔格 还有音乐 这样才叫一个完整的观想 第十三 庙中超云 最初信念 且记此土日冰 日是第一观落日 然后第二观是水 水结冰 以为前方便 四观彼国 保地保树保持保罗 因之此事 得后后者必得前前 得后后者必得前前 是指你要关第六观 你一定要必得前前 你一定要把前面先关出来 这是有次第的 也就是说 当我前面从第一观到第五观 次第观出来之后 我到第六观 在整个总复习合起来一起关 就这个第六观 总观 虽云总鉴若万后关 此由约列故约初鉴 虽然说是总鉴 但它只是一个初鉴 大概 后二据结明 深论十四 此想成语 名为初鉴 极乐世界 保树保地保值 好 那这一段叫做小结 就是说 我这个第二观观成的 叫做初鉴极乐世界 为什么是初鉴呢 是因为我们凡夫啊 我们的心是粗糙的 你粗糙的心 你只能够见到粗糙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朔博世界 我们现在见到一切 有人可能你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东西 还是粗糙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朔博世界 一些东西都是粗糙的 怎么知道是粗糙呢 因为如果你跟天上 跟天界的东西比起来 我们举一个东西好了 衣服 天人穿的衣服天衣啊 它是一体成型的 而且最重要是它不会脏 不会脏 穿起来是很舒服的 不会脏 不用洗 我们在人间 不可能有这种衣服嘛 对不对 就可以知道 粗糙 什么叫粗糙 什么叫细致 知道吗 而且住的地方啊 天上的房子啊 楼阁啊 不是我们这边的水泥墙啊 庄啊土啊瓦盖的 不是啊 那边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子 就有什么房子 只是天界而已喔 那打比方四天王天跟楼上的第二天 跟第三天跟第五天 每一层比起来 都相对的粗细粗细粗细 越上越细 到即使到 我们说 欲界第二天 我们说他要自在天 那是整个欲界里面 最细致 而且 天人的好看啊 也是一样的分 人家就说过 我们人间啊 不是 很多地方都会办 那个美女的选拔比赛吗 比如世界美女啊 什么美女选拔 你选拔出的世界第一美女 用天的往下看啊 人家说就像什么呢 猴子一样 人间的第一美女喔 天人看起来就像猴子一样 无法想象 所以 任何一位天女 都已经胜过我们人间的美女 不知道多少百千倍的 然后 第一天的天人跟第二天 一此类推 越上面的就是越好看 越壮严 越出生 讲这些事来比喻什么叫粗 什么叫细 是因为我们的凡夫的心太粗糙 跟天人比起来 我们的心就粗糙 天的心就细 然后再更往上 那就是更细 那一直比到极乐世界 那一直比到极乐世界 他们的心都是善心 诸善善俱一处 所以那边是所有 那边的楼阁 那边的十一柱形 那边的受用 完全超过天界所有诸天的 受用的享受 所以前面讲的比较详细 这里是总观 只是概要 把极乐世界的流离世界 一片大地是流离 流离上面是宝树 再来是保地 然后地上画的界线 这个界线就是一区 一区一区的界线 七宝廉池 一层一层去想 然后把前面的环境都拔在里面 在保持保地保住前面都讲过 这边就做个小结论 然后保树的话 你一讲到保树 请你马上就要联想 前面讲过这个保树的情况 就第三关 那保地也是这样 然后保持也是这样 保持关就是前面的第五关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 这个水流分十四支流 八二贡的水 渠下有杂氏金刚 这个水是没有污染没有杂质 水在莲花之间上上下下来往留住 所以一讲到保持 前面整个都要连带想起来 这是一个要点 这个就是叫做随文入观 随着金门所讲道理 你心里就往里面去连结 去想象去观想 所以观想的时候 我们的心啊 一定要开放 所以开放的话就是 就是你不要设限 我只做什么 你这样才能够观得出来 我们现在心很难观想 问题出来哪里 因为我们的心量没有放开 你心不放开 你会自己 就是说会 画地自信 比如说我们在所有世界 认为说这片地那么大 我们认为地球很大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整个地球 有放在极度世界的一个棉花池里面 看都看不到的 这个棉花 极度世界棉花一半一半 我们认为台湾很大 但是把整个棉花 把整个台湾 然后极度世界的棉花的花瓣上面 可能还看不见 我们之前有举例过 这个极度世界的棉花多大 那时好像是整个台湾的三分之二大小 一个棉花 那应该还是最小的棉花 那树呢 多少油悬 树上一片叶子 所以我们心量若不打开 你一定看不到这个 整个极度世界的整个的规模 所以我们的心呢 要怎么样放开呢 这边有讲 今天我们心为什么放不开 问题出来 问题出来哪里 这个 李炳南老居士每次打佛西的时候 有开示 信众 然后 李老师最后都会讲 放下万元 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 每一次都交代这几句话 就是你万元一定要放下 语言啊很多啊 有三元跟逆元 我们一般都容易攀圆 所以佛法教我们是要随顺因缘 即使随顺因缘 你这个时候你随顺他 比如事情来的你去做 做完就要怎样放下 不论是顺境或逆境都要放下 你不放下 这个语言啊 那件事情跟你就是 语言啊 就跟你还没聊 语言我们是要聊的 聊的才能够放下 就跟你就不再有关系了 你就是不断的过关斩降 如果说你今天的话 就是这件事情 比如说逆境 你一直有挂爱 就你牵挂着他 就表示你跟他还是有连线 那么这个语言跟你就很难聊 你这个语言没有聊啊 你八字田中的种子啊 就会再起现行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情境啊 逆境 又是逆境 失败过的人啊 你下次再碰到 你会发现到 情境很类似 就同样的人 可能不同事情 但那个过程很类似 可能还比较严重一点 然后或者会发生在不同的人 但是情境很类似 那都是同样的问题 在可以说这是考验 考验什么呢 你的功课有没有学完 讲白一点就知道 你如果功课学过了 你能够放下了 这个原了 不再牵挂了 好 以后这个种子就 类似的种子就不会再起现行 不会再开发结果了 明白吗 所以放下万元 它里面的道理是很深的 很重要 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 就是二六十周 即使你睡觉 如果能够不断的念佛 就一起念下去 所以我们无论在痴迷念佛 或研究这部观经 念头啊 都要放在极日时期 然后要把这个 说过世纪的一切 语言 要放下 所以 禁虎中尤其是我们 禁虎修行人 放下万元很重要 因为当你万元 你不放下 你就会把 这个世界的种种因缘 你的心 会被这些种因缘 会被影响 严重的话遮蔽 遮蔽了你的智慧 然后呢 会影响到你的判断 当你的智慧被遮障 这样的时候呢 会影响到你的智慧 你就容易走偏了 走偏了 就会怎么样 严重一点你会跟错老师 我们说现在莫瑪斯基很多学士说法 他讲的不是佛经 外面很多那尤其看到现在很多报纸上看到一些 新兴的一些团体 那些大师父 所谓的大师父 大老师 他讲不是佛经 他讲的是什么 他自己的开示 他们弟子们就把听老师的开示 当成是什么 听经 那老师讲对或不对呢 能不能印证 不能印证 因为那些老师不鼓励 他的信众去研究经典 因为研究经典 一对就知道他老师讲对或不对 明白吗 所以只要他讲的不是佛经 是他自己开示 你就要 自己要心理有数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你智慧被遮障 这样你会影响到的 所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在慈离念佛 一定要放下万元 好 我们现在3点20休息10分钟 阿弥陀佛 好 那讲这个生论16 讲义第8页 生论16 前面尾提西夫人求生无忧恼处 忧恼就是忧力烦恼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忧力烦恼 那今天这种六种观想 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一报庄园 那么佛祖境则心境 所以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的一报庄园 那就是佛祖境 佛祖境会影响到我们心也清静 因为我们反复都会容易心被静转 那一般讲心被静转是指你 不论是顺境逆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的话 比如说我们去世贸道场 也是佛祖境则心境 因为那边的清静的环境 会让我们生起清静的心 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观想极乐世界的原因在 好 好 如果说看阿弥陀卿 讲到极乐世界中总专研 那如果说你 讲义第八页深盾十六 如果说你对教理不清楚 很多人就会认为说极乐世界只是一个理想的 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那是天方夜谭 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教理明白的话 你就知道佛是不打妄语的 佛说哪里有什么世界 就真正有那个世界 就真正有极乐世界 真正有那边的教主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信心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 所以我们现在也还没有看到极乐世界 我没有看到虽然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相信圣言量 什么叫圣言量呢 就是圣人讲出来的话 一定是真实不虚的 这个经安经上面有讲 佛是实异者如异者 实异者 不狂异者不异异者 所以佛讲的话一定真实不虚 所以佛说的话可信 一定是可信 所以我们要相信佛说的 要相信这部观经 一切法为心造 所以你能够这样子观想 你的心就造出这个极乐世界 所以你没有修这个观想 你要看到极乐世界不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 镜中的前面几位祖师 他们可以看到极乐世界 因为他们是靠这部观经 修这个十六观 观出来的 比如说波多三昧 你也是这样子在修观 观出一切诸佛 一切世界来讲 所以我们是 可以造出这个极乐世界出来 第十七 如果说刚讲到修佛的重要性 我们一般讲佛会是一起修的 如果说你没有修佛 你只修佛 你果然有佛报之后 你有钱的 但你有钱之后呢 因为你没有学佛 因为你没修会嘛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会把钱 就是花在你想花的地方 你就要开始想乐 对不对 比如说买豪宅啊 买名车啊 女生可能就买包包啊 买化妆品啊 要不然就是去应酬啊 就是吃后喝酒啊 这样是不是在造业 然后也浪费福报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 学佛 你有这个福报 你的钱你会造业 就这边讲的 你可能就会造的什么 杀到云忘语 你的杀 就包含了禁戒杀 就是吃肉喝酒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福报对你来讲 是不好的 你如果没有这么多钱 你不会造这么多恶业 这就是你有福报 不知道正确的使用 拿着福报造二业 然后 因为你有钱 所以你有影响力 你的影响力 会影响到你周边的人 然后也一起造二业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相继堕火坑 佛经上讲的 你自己堕地狱 然后呢 让别人也跟着你一起堕地狱 所以修福 你一定要修慧 你修慧有智慧 你才知道我钱要正确用在哪里 那么我钱要用在哪里呢 利益别人身上 利益众生上面 所以有钱你要拿去做布施做供养 拿去做善事 利益一切众生 或拿去放生 而不是拿来利益自己 因为拿去做这个财布施 法布施 无非布施 你还是这个就有在修福 然后你也是有在利益众生 这样就是正确用法 好 深论十八 若见此者除无量逸捷其中二页 自在讲 你修这个第六关 你能够成功的观想到 这个 宝树 宝石 宝地 还有这个楼阁 以及无量乐器 布谷之名 能够见到这个 你就能够除去无量逸捷的其中二页 前面有讲 这个宝地观 能够消耗八十一节生死中罪 看起来很多的 看是这个第六关 你做这一关能够除无量逸捷的生死中罪 都能够灿 我们在后面 也会讲到 我们在观大士菩萨的时候 也可以除无量逸捷生死中罪 然后接着命中之后必生彼国 必生彼国 神论十九 神论十九 这很重要 所以这个观金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当你在观 观到第三关 地观 你可以除无量逸捷的世人中罪 你观到第六关 也可以除无量逸捷的世人中罪 而且 命中之后必生彼国 彼国就是极乐世界 也就是生前 我们能够除掉无量逸捷的世人中罪 命中 阿弥陀佛希望三圣 就会接我们去极乐世界 而且是怎样 必生彼国 绝对去喔 绝对去了极乐世界 明白吗 那么为什么能够必生彼国呢 因为 他已经把你生前的无量逸捷的世人中罪 都已经去除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待往生去的 明白吗 而且 你不是待去往生 那就是 你就是什么去的 可能终禀或上禀去的 那么到极乐世界 当然就出六道轮回了 而且到极乐世界很快就成佛 很快 我们在世间要成佛要三大阿僧起劫 到极乐世界很快 所以这段是讲你所得到的利益 好 所以接着生了二十观心演绎就讲 此观有两个利益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这部观心这么重要 因为你这样观想 对我们修行以来讲有两个重要利益 第一灭罪 第二个生息 生息就是往生西方 第一个灭罪是指可以除掉无量一劫的生死重罪 这是灭罪 第一个利益 第二个利益 命中必生彼国 这是第二个利益 这是第二个利益 这两个利益是连贯的 因为我们先除掉无量一劫的生重罪 所以我们才能够必生彼国 这样大家明白吗 前面第三观 宝地观 观成的可以除八十一劫 后座观 就是后面会讲的莲花座观 可以除五万一劫 皆是佛智如量言之 非初心人所能是意 但可信奉而已 后面是具处显正 好 若是观者弥为正观 若他观者弥为邪观 所以这个观想要有次第一步一步观 你如果依照十六观经 这样子来观叫做正观 如果说你降观 你出现境界跟经文所讲不合 那个叫邪观 好 好 二二 讲义第十页 翻过来 升任二十二 上导大师 观经四点书 即即就保罗观中 一先举 次变后劫 即有其十一 这边就列了十一点 出言重保国主者 即是总举官名 就是总官 谍前身后 谍就是包含 包含前面的官 伸出后面的官 此民进土 虽有保留贯住 若无保罗公格 亦未为金 为此 依报专言总统原辈也 第二 言一一借上者 正名保罗住处 这些保罗就是在这个一一借上 第一借片满 即日是借 保罗也无穷 第三 言有五百亿者 正显其处 一一借上 有五百亿栋的保罗 也写是片满彼国 一借如是 第四 从其楼阁中下至坐天积月以来 正名格内庄严 楼阁中有无量千人在演奏天乐 五 从幼有乐器下至不古之名以下 正名楼外庄严 宝月非空 深流法之想 作业六时如天宝庄 五思成知识也 这叫不古之名 第六 从此众阴中下至念比丘生以来 正名乐 雖无事 极有说法之能 也就是这些乐器啊 他会说法 第七 从此想以下至保持以来 正名显观成像 此名专心注尽西建保罗 客念不移 至上专严总线 第八 从事为下总结 第九 从若见识者 跌前观向深厚利益 后面利益就是 第十讲的 可以除无量欲劫生死重罪 必生彼国 正名依法观察除障多解 生气清净因佛本心 舍生他是必往无疑 必往无疑就是必定往生净土 十一 从做士官者下至邪官以来 辩官邪正之相 上来虽有十一句不同 广名保罗观计 好 这是上老大师 的观念四点书 接下来有个补充 孟章老儿章 的开示 在讲义十一页 这补充有点长 他讲得很好 怎么样念佛一定往生 而且专丙上升 这个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 没错吧 孟商老儿章 很了不得 好 来看 这个我就直接念 直接讲了 因为这个比较长 绝照念佛 这是2005年的开示 今年是2005年 65年前 我的老法师 齿多老法师 齿多老法师 所以孟商老儿章 是齿多老和尚的弟子 在打念佛期的时候 对孟商老儿章开示 2015 现在2019 14年前 所以孟商老儿章就把他65年前 他的师父跟他讲的开示 拿来对他弟子们来讲 好 好 那时间就发生在1940年的时候 1940 就是民国29年的时候 对29 那时在打佛期 所以 持周老法师打佛期开示 念佛应该绝照 所以这个标题叫绝照念佛 我们念佛人应该要有绝照 好 就是心经上面讲的 观自在菩萨行生 波罗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字照 这个照很重要 这个照是观照 也就是绝照 所以大家要绝照 什么叫绝 什么叫照 绝就是觉悟 照就是照见 观照 所以念佛大家都念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绝照意思就是 你的智慧 讲念佛 没讲波罗智慧 但是念佛的时候 你能念的智慧叫做波罗智慧 所以 应该升起绝照来念佛 不要浮迪浮屠念 很多念佛 他是为了念而念 所以可能你精神不济的时候也在念 然后精神不灵的时候也在念 可能就是妄念的时候也在念 然后还有些人是一边在滑手记的时候也在念 然后在干嘛 一边在波罗的念珠 这种念法 就不是绝照的念佛 明白吗 绝照就是你要心里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你现在正在念佛 所以你应该是一心在念佛 所以念佛的时候你要做观想念 就像观真弥菩萨行 生波罗波罗密多时的照 那个照是绝照 不是妄念的念 用你的智慧去照 用你的智慧去照 所以这个开始 这个补充很重要 所以回去希望大家能够再回去再复习 那么怎么念 现在就讲方法了 这个方法是 持多达瓦斯教的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要求快 不要求数字 很多念佛是拿念珠念 就是凑满数字 比如说有人做定课 我每天要念几千遍 凑满数字 数字达到就成功了 不对 不对 真正念佛是一句就好 有没有道理呢 有 阿弥陀佛已经讲了 在灵命中前 你一句两句三句乃至十句 都能满生 所以 没有一部佛经告诉我们 你念佛应该要念满 几千几万遍才能满生 没有嘛 不求数字的 所以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一句弥陀做大舟 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一条法船 可以在我们去集日世界 但重要的是你的绝招 你有没有绝招的功夫 怎么做呢 所以念的时候你要观想阿弥陀佛 有的人是念六字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就是归一 那么今天在打念佛期的时候 就念四字名号就够了 这个应方大师也是这样 他在教人家念佛是念六字名号 但他自己是念四字名号 好 先来解释什么叫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什么呢 无量光 无量寿 所以要观想 观想什么呢 就观想这个无量光 无量寿 无量光无量寿 怎么观想呢 其实很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观想 阿弥陀佛放无量光 来照我 简单吗 很简单嘛 对 你没有看过佛放光 但是 你可以想像出佛放光的样子 如果说连佛放光都想像不到 就太阳光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太阳放光 你可以想像得到 你就想像佛放的光 就像太阳光一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说 你就是观想这个 无量光 这样子来念佛 那么无量寿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是 已经在极乐世界里面 我就是无量寿 所以我是 就是 消灾严寿 我身体无病无痛 我身体很健康 我寿命很长 我一直到灵命中都没有病痛 这样子在观想是最基本的 好 现在回来 所以我们在观想 你要观想你在无量光 我刚在无量寿里面 我刚是补充 所以在念佛的时候 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念头 很多人念佛是不注重你的念头 所以你的念佛是嘴巴念 你的心里飘走 嘴巴念他的 我心里想别的 是不是残口的事 自己念佛也会发生这种事嘛 对不对 那就是你没有绝照了 这样就是没有绝照 所以要怎么样做呢 念念从心起 所以我每念一句佛号 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阿弥陀佛 那你要知道这句佛号 从哪里起来的 是从我自己的心生起来的 这叫念念不离心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呢 谁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谁 那这个叫做造 这个就是你要知道念佛是谁 谁在念阿弥陀佛 这古时候就有这种叫做念佛禅 在禅这个念佛是谁 或谁在念佛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口念 不是心念 你没有感觉 所以你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口念 那心呢 你心根本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没有人知道 谁知道 佛知道 佛知道你在念他 但是是你的嘴巴在念他 你的心里在念别的 所以佛也会摇摇头 所以现在呢 要讲的就是持后到佛阿弥陀佛讲的方法 怎么念 就三个字 用心念 好 那怎么叫用心念呢 讲一十二页 第五行 好 人死了 口就不能念了 但是我们的心 没死 心就指意识或指这个神识 那为什么说念佛到灵命中的时候最关重要 因为他身体外形已死了 他的心还在念佛 这就是心一世 他的神识在念佛 很重要 念到这样程度 口不念了 但心还在念 那真的来讲 建国法师有讲过 我们往生是 没有断气的 活着的时候去到基督世界 所以真来讲不会发生这种 就是你身体死的 然后呢 你神识还在身体里面 正常来讲不会有这种情况 正常的情况是 你灵命中的时候你念佛 阿弥陀佛希望生日来接你 上着莲花座 这个时候呢 你还没断气喔 你的神识已经上到莲花座了 你身体的心跳 你的呼吸还在 然后呢 阿弥陀佛就捧着莲花 你在神识上面 就去极日世界了 然后这边再经过一段时间 你才断气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你神识已经离开你的身体了 所以身体这个时候四大分离 你完全感觉不到痛 然后 一般佛音讲这个叫做生龟剥壳 乌龟脱壳 很痛苦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的死相很难看 就是经过这种四大分离的痛苦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般最似乎就是好死嘛 善终嘛 你能够升到天界啊 你的死相就是好相 升天就已经好相了 那么如果说是往生极日世界 所以那个没有经过这种断气啊 那就是做到无缝接轨 就是 所以为什么叫一身成佛就是这样 所以这边讲的 是要用心在念 好 那就往下追咯 用心在念 是你是用哪个心在念佛 金刚经上面讲的 你是过去心念佛还是现代心念佛 还是未来心呢 所以这边讲的 就比较深入的 心对尽有 我们说 心被静转嘛 六根接触六成 产生六四 所以我们看见阿弥陀佛像 比如说我们来到佛陀基金会 比如三楼有 图书馆 四个讲堂也有佛像 那这边教室也是有佛堂也有佛像 所以我们看到佛像 就会新生恭敬心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佛像新生恭敬心 你这个心啊 恭敬阿弥陀佛的心 用这个心来念佛 这就对了 这个就是这边讲的 上上的念佛 就是念佛方法 所以用什么心来念佛 恭敬阿弥陀佛的心 就好像就在眼线一样 你看到佛像你就心生恭敬 用这种恭敬心来念佛 那就对了 这是上上的念佛 心对静有的 那个静是心生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是虚妄心 它不是常住 它时常会一些一念 一些一念 时常跑掉 就是生命心 所以自己要关照 就要怎么样 自信念佛 自信念佛讲是什么呢 你念的是自信佛 刚前面有解释过 我们的自信就是佛 那个叫做佛性 所以我们念的是自信弥陀 如果没有外面境界 你这个心还生不生 如果是念阿弥陀佛的 照样生 你的心就是念佛 心照样生 这个时候就不是虚妄心 就不是妄心 是真心在念 意思是什么呢 今天如果说没有佛像 没有佛像 你那时候念佛的心 是不是还是 跟有见到佛像的心 是一样的恭敬 如果是的时候 你那时念佛心就是真心 就不是妄心在念 所以说为什么佛像很重要 可以帮助我们心生恭敬 如佛在前 你能够这样子念佛 念到有佛像也好 或没有佛像也好 我心还是一样恭敬 持说法之后 这是第一步 好 所以念佛是要用真心念 真心就是华眼睛讲的 也是内眼睛在讲的 真心念佛 所以你要知道 你现在心是真心还是妄心 妄心就是妄念 真心就是我就是心在佛像上 真要真心 这个自己可以知道嘛 对不对 比如说 因为持说法师开始的是1940年的念佛期 大家打念佛期 你才精进 如果说不打念佛期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还是一样念佛 就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去世贸道场 那时候在做法会 所以那个时候心会比较恭敬 但是离开世贸道场回到家 你的心可能就是在红尘里面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自己念佛要懂的 要用心念不是口念 口是敬 口不是心 心对敬来说 那是要明白你的自信心 用心念佛 你念念就是念自己的自信弥陀 所以阿弥陀佛是谁 阿弥陀佛其实就是自己 就是你的自信佛 所以才叫自信弥陀 所以刚刚有讲 这个无量光跟无量寿嘛 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就观想阿弥陀佛放无量光照我 所以我就观想我是在无量光里面在念佛 这无量光照我 然后进入到我的身体 进入到每个细胞 可以让每个细胞健康 所以大家如果有病痛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观想 你身体还你不舒服就观想佛 阿弥陀佛用无量光照我 假设说我心脏不舒服 我就观想阿弥陀佛用无量光照我 无量光进入到我的身体 从头顶进入到我的身体 然后就特地在照这个心脏地方 那么心脏不好的地方 业障就被佛光 好像有光照就去掉黑暗一样 不好的黑暗的夜障的就被无量光去掉 那我细胞就变得越来越健康 细胞健康你的器官就健康 你的心脏就健康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所以我在念佛就观想阿弥陀佛无量光就照我 这就进入到无量光里面 那无量光就代表什么呢 也是无量寿 我身体健康的寿命是不是就延长 我寿命延长到无量就是在无量寿里面 所以这个方法是一个很好的念佛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看 那这边讲到 那如果这样塞摩尼佛为什么八十岁就涅槃了 那他怎么有无量寿呢 这是仿佛看法 如果你看法华经就知道 塞摩尼佛既有讲 他常住灵鳩山 他其实没有入涅槃 跟塞摩尼佛有缘的人 还是可以看得到 世尊在灵鳩山在说法 这就是可以解释 为什么志尔大师在念法华经 念到法华三昧的时候 会回到2500年前 世尊在讲法华经的现场 一个解释是志尔大师 他入法华三昧的时候 他可以回到过去的时间 这是一个 第二个说法是 其实是世尊他没有真正入面 所以任何人 你只要跟世尊相应的话 还是可以回到灵鳩山 有入定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可以回到灵鳩山 还是看得到 塞摩尼佛在讲法华经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心跟静的差别 忘心不常住 它是境界心 我们真心是常住的 所以今天呢 我用这个真心 来念佛 我心可以转静 什么叫用心转静 什么叫用心转静 因为我真心 我在念佛 所以念了这句佛话 阿弥陀佛 我阿弥陀佛 借着我跟阿弥陀佛的连线 这个佛地价值 我可以转一切境界喔 如果各位现在 你觉得你现在在匿境里面 你生活中有很多的烦恼痛苦 比如身体有病痛阿 或是说 家人不合阿 时常吵架 子女学业不进步 或子女跟父母不合 或是跟公婆不合 有这种种的问题烦恼 怎么办呢 用阿弥陀佛 这句佛号可以来转一些 可以转 所以念佛人他日子会过得 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自在 因为他的因缘 会不断在转 会转的原因是 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在转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佛的功德力加持很重要 那么到灵命中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了说真实 因为我平时跟阿弥陀佛有连线 所以我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定就会来接我了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万人念佛没有万人去 是因为他平常就没有跟阿弥陀佛连线 临时抱佛教 灵命中的时候才来抱佛教 那个成功机率就相对比较低了 明白吗 所以这篇的补充很重要 就教我们平常要怎么念佛 用真心念佛 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就观想 我就在无量光里面在念佛 所以往上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毕生 而且这边讲 你还是丧命上身 丧命上身 好处是你到极乐世界 马上就花开见佛 马上见佛 你不用经过一个晚上或是一天一夜 也不用经过六大劫或十二大劫 马上见佛 你听到佛就 听到佛说法 听到佛说法 你马上就开悟 花开见佛就物身了 文法就开悟 如果是一般人念佛 这边有讲 你生到极乐世界 你还是凡夫 你还要待在花苞里面 可能六大劫或十二大劫 就说至少你已经了头生死了 但是你没有那么快可以花开见佛 如果我们在这边已经宣征到阿罗汉 你到极乐世界 你也成阿罗汉 那如果你在这边 你还没成为阿罗汉 你到极乐世界花苞里面 你借着阿弥陀佛加持 你把见佛施佛放下的 你也可以成为阿罗汉 成为阿罗汉 成为阿罗汉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我们现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你在极乐世界 你成阿罗汉是很虚忠平常的事情 因为你把见佛施佛放下的 所以你 但是成为阿罗汉做花还没开 什么花开 你再继续修 你把无名放下的 破一品无名 你明显见性的 花开了 然后见到阿弥陀佛 我听佛说法 正道无身法人 这就是花开见佛无身 然后 然后 成佛就很快了 所以持后大法是讲这个是按花言经讲的 所以如果跟花言经不熟 一般就不容易听懂 所以现在你念阿弥陀佛 翻过来 讲义第十四页 第二行 现在你念阿弥陀佛是用 指望 顶多是指望 指望的道理就是 清诸头余佐水 水不得不清 佛号头余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所以念佛可以有指望效果 但是你要更进一步 指望之后要 存真 要用真心念 不愈是用妄心念 好 但是如果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 孟昌老师就说没关系 如果说我真心不能显现 我现在还是妄心 我妄念特别多的人怎么办 孟昌老师就说没关系 你就继续还是用妄心念 你妄心念 你会念到妄心歇 你的妄念会歇 总是会有歇的时候 妄心歇的时候 你真心就显现 妄心歇真心就显现 你这个说你就没有杂念没有妄念 这个说你心中救出的阿弥陀佛 其他什么杂念都没有 那这个说呢 你这个说境界就是叫一心不断 所以你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叫真正念佛的开始 就是续望显真 用不完 孟昌老师这样说 你如果不念佛 你一天二十小时里面 你全部在虚望当中 没有一件事真实的 大家想知去吗 对不对 是真的喔 因为我们的六跟六神 全部是虚望的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我们用妄念 来过这个生活阿 我这一天是虚望的 我即使用妄心在念佛 我得到是福报 还不是功德 除非我今天是用真心念佛 那个是无弱的功德 这功德可以让我 咬脱生死 可以往生希望其他世界 所以真心念佛很重要 但是 我忘心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还是念佛 因为忘心念佛 我忘念总是有歇的时候 所以忘心歇的时候 我真心就显现 我就继续念佛 明白吗 当你用真心念佛的时候呢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喔 这功德不是在于说 你真心念佛号是念 几句佛号 不是看这个辨数的 因为只要你真心念佛 你那个时候就跟阿弥陀连线了 那功德力啊 那就不是用 几句来衡量的 或是几分几秒的连线 不是这样衡量的 那是不可衡量的 这功德是真实的 好 我们就先来回向 好